第26题 水平桌面放有砂纸与玻璃纸 将同一木块与相同接触面分别放置在砂纸与玻璃纸板上 是以水平拉力F且慢慢增加拉力F的大小直到拉动木块为止 如右图所示 则下列哪一图为木块由静止至启动瞬间水平拉力与摩擦力的关系图 这个让它能够恰可开始运动启动瞬间的力量就是所谓的最大静摩擦力 最大静摩擦力与接触面性质有关与正向力有关 我们砂纸比较粗糙玻璃板比较光滑 所以砂纸所需要的最大静摩擦力比较大玻璃板比较小 但是在拉动之前是所谓的静摩擦力 静摩擦力是跟外力一样的 因为这样两个才会互相平衡 所以湿力一公斤重东西不动摩擦力就是一公斤重 湿力两公斤重不动摩擦力就是两公斤重 不管这是所谓的玻璃板或砂纸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启动之前我们的外力都跟摩擦力相同 但是砂纸所需要的启动的力量比较大 玻璃板比较小 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只有B的图 我们前面的图形是完全一样吻合 我们的挖力都等于我们的摩擦力 而我们启动瞬间的力量呢 砂纸比较大 玻璃板比较小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哪一个图为木块油静止至启动瞬间水平拉力F 以摩擦力的关机图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